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理事会,我是月鑫 1月23号,郑爽爸爸露面接受了媒体采访 整个10分钟的亮相,他代替自己女儿向公众道了歉 也表示他们会抚养两个孩子 除此之外,郑爽和妈妈也接受了媒体采访 期间曝光了张恒在和郑爽恋爱期间出轨被发现后的道歉截图 两张道歉截图,乍一看是张恒理亏 他多次重复说,是自己的错误 说自己不想失去郑爽,想让郑爽爸妈给一个机会 不过有网友放大这两张截图,突然发现了三个非常大的漏洞 以此推断,爽妈提供的聊天记录是假的,是后期批的 据悉,网友指出的两大漏洞 第一个是全聊,是两个人,但张恒在里面喊的是叔叔阿姨 第二个,即聊天对话框没有对齐 应该是截图批到一起的,或者完全就是捏造的 第三个为,微信收发双方的头像到对话框距离不同 首先,分析第一个漏洞啊,根据聊天记录显示 张恒最开始的第一句话是叔叔阿姨 希望你们能原谅我犯的错,我知道我各方面都没有他好 辜负了他对我的希望,对不起 之后便是郑爽妈妈对张恒的回答 说,你对不起的是大壳 如果真的爱他,把他放线里是不会出轨的 阿姨觉得你不要愿爽看你手机 这明明是一个显示着两人的聊天群 但张恒喊的却是叔叔阿姨 算上张恒明摆着是三个人 第二个漏洞,聊天对话框没有对齐 大家可以翻翻看自己手机聊天记录 正常情况下,字数比较多的对话 不管是对方还是自己 聊天对话框左右都是对齐的 郑爽爸爸提供的聊天记录 白色的聊天框和绿色的聊天框根本没有对齐 没有在一个竖线里 所以郑爽爸爸给出的这两张证明张恒出轨的聊天截图 根本就不是真的 或者说根本就是东拼西凑弄出来的 不是原本的对话 第三个漏洞 微信收发双方的头像到对话框距离不同 原本微信收发双方头像到对话框的距离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不论是群聊还是私聊 大家的距离都应该一样 这一点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微信验证 但郑爽爸爸给的图片里不是这样 爽爸提供的聊天截图 郑爽头像到对话框的距离 要比郑爽妈妈头像到对话框的距离要近 既然现在两人的距离不一样 说明两人的对话并不是真的 也可以说是拼凑到一起的 以上三个漏洞 第一若不足以让人信服 那第二点和第三点则完全足以把聊天记录 是后期批的给郑爽的死死的 其实退一步想 如果郑爽和他爸妈手里真的有张恒出轨并且道歉的证据 应该早在第一天就曝光出来了 何必等到今天 这么久才放出这么两张批的很明显的图 爽的爸妈真的是在坑女儿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郑爽妈妈在采访中很累 郑爽代孕是迫于无奈 她因身体原因无法生育 也许是身体有缺陷 也许身体受过伤 或许是拍戏太累 导致身体严重损伤 她年纪轻轻不能生育 自己是正常人家 有正确的三观 如果女儿能够正常生育 无论如何也不会选择代孕 况且代孕之事是与张衡商量好的 是双方共同的决定 当初张衡放出录音的重磅炸弹时 郑爽与父母避重就轻 迟迟没有说出郑爽不能生育的真相 这就让网友产生了错觉 以为郑爽在拍戏 上综艺节目捞金 怕耽误时间 连孩子都不生 请人代孕 很多网友指出 郑爽不配做女人 没有做妈妈的起码良知 还有的网友谴责郑爽的父母 说他们将女儿当摇钱树 支持女儿代孕 其实要是郑爽与父母早点公开 不能生育的真相 郑爽会在舆论上得到同情 而今 他被张衡破得一身墨汁 没有人再听他申诉 即便他洗白了 网友也未必能接受 针对郑爽的气氧 刘女士也澄清了事实 刘女士说 郑爽与张衡原本感情不错 因为张衡出轨 女儿无法原谅她 刘女士提供了微信截屏 是她与张衡的聊天记录 张衡承认自己出轨了 表示后悔 希望郑爽原谅自己 她说自己与郑爽的条件不对等 很珍惜这段感情 也希望刘女士能够做女儿的工作 刘女士的回答理智冷静 委婉地表示 女儿不能原谅 希望她好自为之 从微信截图看得出来 张衡不想与郑爽分手 2019年3月 郑爽与张衡在美国实施代孕 2020年两个孩子出生了 但郑爽至今没有见过孩子 不知道是她有没有去美国看望 还是张衡不让她见 据刘女士说 2019年9月 张衡发现了张衡出轨 两人的感情一落千丈 一个月后 张衡的父母来到上海 向郑爽及其父母道歉 双方约定在一间服务公寓里见面 谈话持续了6个多小时 这时孩子已经代孕半年多了 张衡父母希望两人能够和好 但没有谈妥 其中他们谈到了孩子的问题 因为胎儿已经有7个多月了 商量怎么处置 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这本来是双方协商解决问题 没想到张衡偷偷录音了 并截取其中的片段发到了网上 这成了摧毁郑爽的重磅炸弹 其实完整的听录音 事情也许会是另一种版本 2019年12月 代孕的儿子出生了 2020年1月 代孕的女儿也降生了 郑爽提出单独扶养两个孩子 彻底与张衡一刀两断 但对方不同意 双方多次协商也没结果 2020年8月21日 郑爽一指数状 将张衡起诉至美国 克罗拉多州 丹佛县地方法院 要求取得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在郑爽看来 自己比张衡经济条件优越 完全有能力给孩子 提供优越的教育和生活条件 因涉签的问题比较复杂 法院没有最后的定论 当然在郑爽事件中 郑爽及其父母也有责任 但张衡也没有那么无辜 在有的网友看来 张衡是将两个孩子当筹码 当获取利益的工具 与郑爽讨价换价 如果郑爽及父母 能早点公开真相 说出自己的隐情 即来龙去脉 也许网友会同情他 他也不会被封杀 当然郑爽也没料到 张衡会使出这一招 毕竟两人曾经相爱过 毕竟他们还有两个 共同的孩子 毁灭郑爽 其实也是给张衡挖坑 试想一下 将来孩子长大了 得知父母闹到这种地步 甚至父亲使阴招 孩子又会受到 多么大的伤害 其实郑爽与张衡走到这一步 可以说是三败俱伤 没有一方是赢家 可能是小败俱伤的 都会扮演了 真的代表 那边